今天天气很好 去山上找一下有没有野茶采 发现一颗野茶 看到吗 找了好久 又找了一颗了 今天是2023年4月27日 天气晴气温13度到26度 可以计划到龙山的岩石森林里面 去找点野生的菜茶 做竹林野生白茶 这片竹山有1000多亩 海拔最高的地方有1200多米的海拔 寻找野茶的位置在800多米到900米的范围 它因为长在大山里面 在岩石森林里面要去寻找 一个人一天才不知道多少 长在这个大山茶叶阳光吸收少 因为它叶面薄 一不小心就把它做干掉 白茶是要讲究尾雕时间要长 野茶采回来了 连袋子10斤1.6 一个人 采了一天饱饱的 今天采这个竹林野生茶 拿来做叶山小白茶 你看这个温度非常好 非常漂亮 采了一天就采这么多只 这一款是这个是茶园里面的 这个是我们茶园里面采来的 也是做白茶的 这跟野生茶就不一样 今天放在这里尾调 今天采的竹林野生茶就晾在这个架子上 只来一斤茶 让它四季晒 这个茶是相当的漂亮 成天狼的 现在放在这里尾调 另外这边有做凹子上采来的 两件一牙做小白茶的 一共有50多斤青放这里做 今天开始开机 要做3-4天才会结束 第二参树林野生白茶制作的第二天 干燥的情况 尾调的情况 很美丽 这是树林野生白茶的第三天早上 还没有尾调好 要到往边的往上 可能应该可以 这款树林野白 已经到了第三天的往边了 可以进行订塞了 十斤斤冰王山就这么多 2023年的这款树林野生白茶 已经有得好 可以拿去封烤了 一参树林野白 烤好了 非常的香 还好 十斤的树林野生茶 做成了白茶 刚这么小白 差不多有两斤斤多一点 这几天天气很好 做一款 预晒 镇山银蒸 这个是采用凹煮上的菜茶 也叫旗子 就是当牙的 做菌菌美的原料 拿来做镇山银蒸 今天是南家的好天气 出太阳 现在这里准备些塞 把这个白茶拿来晒一下 增加香气 今天是2023年4月30号 天气晴朗 现在我们放这里晒白茶 这一泡是镇山银蒸 是当夜做的 是做菌菌美的饮料 拿来做白茶 这个是龙山上采来的 一天的 这一款是麒麟采的 也是一天的 这个也是麒麟采的 这个是凹煮上采的 这个是株林野白 株林野生菜茶 采来做的 叶山野白 这个是龙山上采来的 这里有标 这个是4月21号采来龙山采的 这个一大团也是4月21号 龙山采的菜茶 军阳太阳好放这里晒一下 增加香气 这是镇山银蒸 当鸭做的 TRÍNES 山银蒸 感谢观看